食品安全不断的出问题 那怎么吃才能够比较安全呢 现在医生提醒了民众最好是减少外食的机会 另外还提出了这十大的危险食物 像是呢其中被当成了台湾美食代表的这个珍珠奶茶也上榜了 还有呢被誉为是化学 这个珍珠奶茶被誉为是化学浓汤 另外还有这个猪血糕里面总会裹上厚厚的一层花生粉 这也被医生警告最好少吃 现正的猪血糕刚出龙看起来Q弹可口 不过吃猪血糕绝对少不了的花生粉 做事保存不良会产生黄麴毒素 北医师警告是十大少吃食品当中的第一名 花生粉的不及格率很高 历年来检查花生粉不及格的80% 那黄麴毒素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定出安全值 因为它的致来性很高 说花生粉暗藏危机 豆菜类也要小心冗药残留 大型鱼可能会有重金属 零零纵纵列出十大危险食品 其中真奶更是被医师欲为是化学浓汤 茶通常都是假的 香精做的 然后用的糖很多很多 那甚至于是像如果有些珍珠奶茶 它甚至用的淀粉也都是修饰过的淀粉 所以那个成分真的是非常复杂 当然担心啊 那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能吃啊 可是你这种必须要自己跟做 有点可怕耶 就是会就是不敢喝 民众听了心惊惊 医师提醒最好能减少外食的机会 食品安全不断出包 民众不禁想问 到底还有什么能吃